主席、招務部長、國安部有關官員、李委員、陳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現在請招務部長 招務部長請 招務部長好 你好,很多委員都讚揚你 確實你答話比較實際一點 而且,該講該講的話,不要退縮 我想在這裡,像你這樣勇敢就對了 我們記得八八水災的時候 現在救難 要借用軍方的各項機具以及人員 我們可以看得見 但是我們現在要運用直升機、運輸機 還有各種機具 那現在這幾天又發生了 這個北二高七堵段的一個佐山 那國軍也投入很多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好的現象 因為國軍現在除了作戰 平時的救災、救難 這個投入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那麼現在我們希望 將來國軍要監護這個救難的一個機 這種功能要發揮出來 是,現在已經納為我們的中心任務之一 我們對於救災、救難是責務旁貸 對,確實因為 救災、救難確實我們現在工兵啊 這方面 救災、救難是一個很專業的 很專業的 而且在無論時間上 機具的調配上都要比任何都方便 指揮系統也不要嚴謹 不要嚴謹 那麼我們現在 我第二個 我記得在前年 我們國安委員會到美國華盛頓 去跟他們相關單位去溝通協調 就希望美國能夠將這個有關軍事採過的七項 能夠給我們 等我們回來沒有多久 他終於也批准了五項 在當時 跟八十年啊 我曾經到美國 也去考察過 我的國安委員會 召委的時候呢 去 去的時候 當時美國的採購團 團長叫做國穎 他們都會報告 在美國採購的這個狀況 是如何 會有一個想要簡報 會說明 但是我們前年去的時候呢 好像軍事採購團 大概有一個參會而已 沒有來專業報告 我想這個必須要改進 因為國安委員會到那邊去的時候 就是要關係到美國軍售給我們台灣 能夠詳細的狀況 如何 應該要讓我們了解 以作為我們在立法院 來問政以及支持國安部 軍事採過的一種政策 我想這個將來要有所改進 是 那麼現在中國 中國大陸啊 近來屢屢向近海 甚至沿海發展其海軍的實力 尤其我們附近的國家呢 日本啊 可以感覺到它的一個威脅 相對的啊 台灣海峽以及台灣東海岸太平洋海域 也常常有這樣的傳聞 那麼大陸海軍呢 那麼潛艦出沒 我們P3C的一個飛機 到底我們有沒有這個起飛 有沒有起飛啊 來了解 那麼國防部對於這P3C的這個維修 人員的訓練 以及相關的軍事的工程 基地使用等規劃 是不是有準備妥當 那麼等等這些啊 那麼 空心要講啊 那麼我們想這些都非常重要 現在 其實我們現在啊 台灣最大的威脅啊 軍事威脅還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那麼其他的 我想並不是很很重要 雖然兩岸 現在是一個和平發展 這是好的現象 但是我壯大我們軍事的裝備啊 跟附近的 受到威脅 或者是有特殊情況的時候呢 我們要有 偵測防備的能力 那麼到底這一件事情啊 王部這邊有什麼說法沒有 呃跟委員報告 呃 確實 呃不管是中共也好 呃 最近在海上的這些活動 這些等 那我們國防部來講 平常我們的情間真 都有密切的掌握 所以他們的一舉一動啊 可以都在我們掌握之中 所以他們任何的活動 他們任何我們都有一個註收的作為 所以他們的情形我們掌握得非常清楚 那如果說進到我們的空域 進到我們的海域 我們都會有在在地的監真艦啊 或者是派機會去了解啊 實際的一個狀況 而且能夠了解他這個飛機的動態 那如果沒有進入我們的這個識別區 或者進入我們的這個區域 那我們的註收都掌握得非常清楚 這一點跟委員報告 呃 委員的指導也非常正確 所以我們平常 每天這些的報告來講啊 都能夠密切的掌握 好 那剛才我講說這個 那P3C現在都積極的在 還是按照這個 跟美方的這些作業啊 都積極的在作業當中 那現在P3C來講 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引進來 那P3C現在已經展開各項的工作了 好啊 剛才我有問說 在美國華盛頓 是 就是採過團 是 到底現在 有多少人在那邊 在那邊 現在所做的工作 為什麼在前年 沒有來專案替我們報告 是是是 那我們現在來講啊 我們 駐美軍事代表團來講 他是 配屬在外交部 駐美國的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由受該處來統一管制 那當然 剛剛委員的指導也是 如果說 向國防委員去的話 我們軍事代表團 你該啊 就是說把 我們軍事交流 情報交換 或者是 軍備合作 跟軍事採購這些啊 呃 應該跟委員做一個報告的 那一定 可能是安排上的問題啊 那這點我們以後啊 會注意來強化 所以說這一方面的工作 我們現在 像駐美 軍事代表團 我們就分為 除了團部之外 分為軍學組跟採購組 那我們目前啊 這個採購組來講啊 呃 軍備局所管的來講 現在 有二十九個人在那邊 執行各項採購的一些的業務 但目前執行的任務啊 都非常的 一個正常 他們除了 這個採購裝備 林復健 還有技術協助之外 另外安排 物資的運輸 另外也安排 軍備的交流 像最近啊 軍備會議啊 這些都安排的非常的密切 然後也請他們的專家 來做軍備相關的 這個講習 跟會議 所以這一方面的工作進行 都非常的穩定 然後呃 我們也不斷的來要強化 讓他越做越好 所以這一點啊 請委員放心 對 因為我們 這個立法院組團去啊 是 在美國他有關單位 尤其是支庫啊 當時他們想像跟 我們的想法是不同的 他們你們兩岸這麼 什麼和平發展啊 這個好像軍備就不必了 啊 請我們說明以後 不但 不但 要這個 要這個 繼續 而且還要加強 是 啊 這個國防裝備 壯大自己 保衛自己 這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沒有鬆懈 啊 經過解釋以後 他們才了解 所以這些啊 也 所以軍事採購團 不是光軍事採購而已 要觀念 理念 讓他們了解 參院 眾院 啊 國務院 在在的 都必須要 要去 與國通去協調 才有辦法 使他們能夠了解這樣 啊 是 那麼另外我們現在 這個 空軍 惡禍群指揮部的這個 相關 從民國 九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起啊 委託漢翔 長榮 亞洲航空 一些 漢翔管理顧問公司等 四家共同城南啊 那麼 有關的 這些 維修啦 或是怎麼樣的 這些 這些狀況 照理 報告裡面是 績效是良好啦 績效良好 那麼現在執行現在已經有四年半 那麼四年半呢 將來 假如到八年的話 將來還要 可以延續七年 等於說十五年 是 十五年當然延續性 但是我們要監控很重要 有些想說 欸我做啦 我還可以繼續 繼續延續啦 就鬆懈啦 所以這個管制 比任何都重要 所以委員講到 影子要提升 是 委員講到關鍵的地方 確實 那我們現在部裡面 也對於這個二指部的經營 現在也是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要做一個很深入的檢討 然後管制的作為要做好 這樣才真正能夠發揮它應有的效果 部裡面現在正在做 我跟委員報告 確實有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像類似的這個 部分用委託民營方式來經營 它績效確實是好 人員也可以節省很多 甚至經費都可以節省 包括三年二廠的各種裝備 可以節省這個十億以上的 甚至只要管制更好的話 好的話可能還會節省更多 但是我們不一定說一定要節省 品質也好 品質也好 那現在到底像類似的軍品 類似的服裝 是不是委託大陸做 據說也有從委託大陸做的 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通常不用這個 不可以由大陸的這些工廠 或者什麼來做 沒有 沒有委託大陸 徹底的去瞭解 是 徹底瞭解 是 因為委託大陸做 台灣的 台灣的這個 這個 就業 就少了 當然我們 大陸做跟台灣做 價格上 是有一點差距 但是還是 維持國內的這個就業機會 還是很重要 是的 那國內的製造的這個 品質 我相信應該 在目前來講 應該是比大陸好 所以這點要特別注意到 謝謝委員知道 管制要好 而不是任這個廠商 隨便的去這個運作 這樣是不可以的 所以這個 我今天提出來 將來說不定 也到時候 有人會特別注意到這一點 希望你這個副部長能夠 監管 相關單位要監管好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知道